今集RE教你如何臨場上馬增加勝犬 夏浦就日四起立門 大新聞呀大新聞呀 什麼大新聞呀?你退休呀? 嘩好羨慕呀 你也想呀,我很多都可以做 我講星期一公眾假期那一天 三條馬場封煙死你那件事 哦是呀,拍寶更大實三方 場面都不知多精彩 就是咯 拍寶在星期一的賽事當中 先有憑華中寶、遊龍獻瑞、常歡笑 和歸勁多四起立門 還成為當夜的騎士王 簡直是得心應手 Crystal,請包糖來吃 嘩,你有沒有那麼好死呀 平時一毫子都跟我計的 沒有,拍寶完馬了 我早就猜到了,一點心意有所謂 你有沒有那麼厲害呀? 平時沒有的 不過自從學識了上馬大法之後 在錄音場上,無惡而不利 那就對 星期三晚跑馬地有稿賽 不如你教我上馬大法 等我可以效健康你回頭 見你而已,拿多包來吧 這麼貪心的 我會給你兩包嗎? 哪有啊 要看馬的狀態好不好 第一眼就要看他們的體態和模式 有光澤自然健康也好些 之後就要留意他們的小動作 如果隻馬整天兩頭望 即是表示他們的情緒不夠集中 如果隻馬的頭不停地上下搖的話 可能是口含鐵太緊 令他們不夠舒服 另外,馬尾也可以反映馬匹狀態的地方 如果馬尾有距離感左右擺動 表示隻馬的情緒很安長 碧尾即是表示他很敏鎮 如果大家見到馬尾離開屁股的話 即是代表隻馬有鬥心 我來遊飛機的 上馬要看眼光 上人都一樣的 就好像高冬妮說的徐軍禮做徒弟那樣 真是沒有看錯人的 在1986年出生的徐軍禮 自從跟隨高冬妮之後 得到這位曾經是多屆冠軍騎師 和冠軍練馬師的師傅大力支持 成績迅速提升 現在已經累積了63場球馬 有可能以最快時間完成建習生涯之餘 還有望首度成為冠軍建習騎師 是 小姐 Hello 星期三跑馬地有寶賽 不知道你又支持徐軍禮的哪一筆助騎呢 我支持古浪旋風 為甚麼呢 因為我看他跑千二的成績都不錯 加上他這次排第五檔 還有徐軍禮他減了五磅 所以我看好他 好 謝謝 徐軍禮真是年輕可惠 不行 讓我星期三晚跑馬地有寶賽去捧場 到時約我了 今集節目時間有夠了 下集RU在中國介紹馬王生徒的傳奇故事 下集再見 Bye Bye